在现代化养殖种 为了提高生产性能 高脂肪饲料已成为一种必然 脂肪的消化吸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包括三个关键步骤 乳化 脂肪水解 吸收 胆脂酸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乳化阶段 作为天然生物乳化剂 胆脂酸含有清水和清脂的集团 清水性的腔肌和缩肌会固定在水环境中 而清脂性的丸肌会牢牢抓住脂肪 将脂肪乳化成更小的脂肪滴 从而扩大了油脂和脂肪酶的接触面积 为脂力的消化吸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脂肪水解 一线分泌的脂肪酶发挥作用的最佳PH值为8-9 而小肠前段的PH值为6-7 这种环境下脂肪酶基本不起作用 胆脂酸可以激活脂肪酶的活性 当胆脂酸和脂肪酶形成复合物时 脂肪酶的盖子结构被打开 催化集团暴露出来 同时脂肪酶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形成输水性通道 使得脂肪酶得以进入通道 同时在催化集团的作用下 水解为油离脂肪酸、甘油和甘油移植等 吸收阶段 小肠上皮细胞存在特意识别系统 油离脂肪酸会被拒之门外 胆脂酸具有被小肠上皮细胞自动识别的钥匙 脂肪酸只有与胆脂酸形成复合物时 才能顺利进入小肠上皮细胞 在小肠上皮细胞内 脂肪酸重新合成甘油三质 与脂蛋白、磷脂、胆固醇等形成乳迷微粒 进入淋巴循环然后进入血液循环 从而完成脂肪酸的吸收过程 此时胆脂酸会与脂肪酸分离 经门静脉入肝 由肝细胞摄取 与新合成的胆脂酸一起排入肠道 完成一个肝肠循环 返回到肝的胆脂酸可刺激胆脂的分泌 大量吸薄的胆脂可畅通胆道 消除抗生素和非常贵原料使用所产生的毒素 重金属和霉菌毒素等 此外 胆脂酸的添加可减轻肝脏负胆 从而起到保肝护胆的作用 龙昌冻宝是国内胆脂酸生产的领军企业 国家级新型饲料添加剂龙昌胆脂酸 已得到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龙昌胆脂酸促进脂肪吸收 保护肝胆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